哈囉,歡迎收看公民釘 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說 選舉的過程到底有多麼的暗黑 首先我們先跟大家說 在登記參選的階段 候選人需要付保證金給政府 這個原本的意義呢 是要確保候選人可以認真開代選舉 但是卻也造成了一般人 尤其是背後沒有財團 企業支持的一般人 或是小黨 難以參與選舉 舉例來說 之前進選台北市長的作家馮光遠 就因為進選台北市長所需要的 200萬元保證金而傷痛腦筋 而馮光遠最後也因為沒有達到 10%得票率的標準 200萬的保證金因而被政府沒收 除此之外 綠黨、生命黨聯盟跟指出 在其他國家的保證金 例如英國、紐西蘭等 只要25000元台幣以下 就可以參選國會議員 反觀台灣 卻需要20萬元才可以參選立委 也造成了小黨以及一般人參選的限制 至於在競選活動時 也有非常多尷尬的狀況 最常見的就是 就是過多的競選旗幟 不僅造成環境及景觀的破壞 也製造了非常多的垃圾 而競選時所造成的噪音 也使得大家非常的困擾 除了晚會之外 像是在路上的宣傳車 也讓許多人十分的反感 還有在選舉的過程中 有非常多難看的手段會出現 來打所謂的負面選舉 像是兩大黨的總統候選人 蔡英文以及朱立倫 互相呼籲對方不要抹黑 為什麼要一直呼籲別人不要抹黑呢? 因為你抹黑我 我怎麼能不抹黑你呢? 最后大家就說 欸欸你不要抹黑喔 可是事實上就是 大家都在抹黑 使得政見、政策等等重點 都被這些污賊戰術給轉移了 除此之外 候選人很有可能進行買票 收取賄賂 竟有影響選舉 在我自己的身邊 就有聽說許多人 有遇過候選人 用一票500到2000元的代價來買票 呼籲大家 如果有遇到這樣的狀況 請務必要挺身而出 檢舉這樣的狀況喔 另外 媒體在選舉過程當中 也扮演了非常曖昧的角色 他們在同一個事件當中 可能會帶入特定的政治色彩 所以對一樣的事情 有完全不同的觀點 直立來說 針對最近蔡英文違法兼職的爭議 民進黨拿出了蔡英文的信件反駁 但是其中一家媒體說 民進黨拿蔡英文的信當另件 另一家媒體說 民進黨狠狠打臉國民黨 可以發現明明就是一樣的事情 但是兩家媒體 一個從正面解讀 另一個從負面解讀 所以說我們必須要仔細思考 媒體給我們的判斷 到底是中立的 或是帶有特定立場的 還有針對同一份民調 不同的媒體 也會做出完全不一樣的解讀 某一個偏藍的媒體 針對民調說 辯論完後 蔡英文空洞模糊 曝露在國人面前 而且青年族群的支持率 大大的降低 另一個偏綠的媒體則是說 辯論完後 蔡英文支持度居高不下 國民黨要GG了 針對同一份民調 竟然會有差別這麼大的解讀 各位朋友們一定要睜大眼睛看看 媒體是怎麼運作的 最後就是在開票寄票的過程中 像是莫名其妙就停電了 停電完就多一箱票 結果都是某一個黨的票 這個狀況可不是亂說的哦 例如在1900年代發生的中立事件 這是因為發生的選務人員 企圖將投給許信良的票 做成廢票這樣的作票事件 因而導致了嚴重的暴動與衝突 最後才讓選舉委員會宣布重新開票計票 許信良也成功葬選當時的桃園縣長 除了台灣的例子之外 在2013年的馬來西亞 也發生了投票所停電 結果跑出一堆莫名其妙的選票 使得執政黨的選票突然暴增 企圖影響選舉的結果 這些狀況雖然看起來很誇張 但是卻是實際發生過的例子 再加上前面我們看到種種誇張 又令人心寒的選舉亂象 就讓我們知道 選舉過程需要我們好好的 妥善地監督 否則台灣引以為傲的民主 就很有可能葬送在少數人的手上哦 今天的光明釘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正大光明的按讚 不用停電,不用黑箱 也歡迎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哦 今天的光明釘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囉,拜拜!